究竟什么才是最好的抗疫方式 西方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 好像也没啥大事 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像他们一样吗 如果我们也不坚持动态心灵 取消防疫 那么医疗系统会被瞬间击穿 届时群体庞大的老人小孩弱势群体 会是第一批被牺牲者 除此之外 你能接受把一天几万几十万的新增确诊 不当回事吗 你能把每周几十几百的平均死亡人数 不当回事吗 你能做到感染后只要还能活下去 就不去医院的心理准备吗 无法接受 因为在中国人心中 一个都不能少 是刻在骨子里无法改变的 我们的防控理念是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抗疫的确是一件很煎熬的事 但正是国家的坚持 才给我们换来了健康和安全 坚持住吧 疫情 终将结束 愿你平安健康 无散无难 对吧 好